不看由FS68财经学院出品的名字操盘必读 我是FS68财经学院的分析师郎彩凤 今天是2019年的4月12日星期五 昨天的美元指数价格的话是一根阴线收线 任内所公布的两个看似没那么重要的数据 那么提到了一定的一个支撑 但我个人更亲爱认为美元指数的反弹 其实还是更多在接近于强支撑 分别货币在接近强压力之后的一个修正 那么从收线来看的话 美元指数的收线其实比较强的 现在在小幅的回落 那么4小时级别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多空争夺还是比较激烈的 目前的话价格有重新回到4小时均线下方的一个迹象 但是还没有完全的确定 因为现在就是个震荡了 震荡的区间的话在下方的96.80到上方的97.20的区域之内 从整体格局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还是会认为这个M头它是一个有效的 虽然说后面的话 它也进行了一波比较深度的反弹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这个M头的成本价的均值的位置 一直没有被上破过 所以说还是一个稍微的那么偏空头的一个格局 所以对于免主来说我们有空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去持有 我们往下的话还是继续去关注96.80到96.60的这个区域 另外的话看一下飞米货币跟金银呀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黄金吧 黄金的话其实昨天我觉得我们应当是抓的还不错哈 昨天早晨的是我们已经基本上把一些多单建议去减仓货离场 那么在1308的位置 因为它正好是这一波下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黄金分货线 所以说它是有给到了我们一些减仓离场的一些条件和理由 那么随后的话我们也是在1308附近的话关注了一波的做空 因为我们热的话其实日内的话可能会有个窄幅的波动 比如说从1308往下方的话在130区域之内 那么可能会震荡 然后在4小时级别附近 那么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反弹 然后再选择方向 不过根据我们的二元课程来说的话 我们在择十篇有一个三盘联动 因为从欧盘的时候价格的下跌 其实它已经奠定了每盘的话 就是大概率还有一波跌时出现 所以基本上的话对于黄金来说 我们是在晚上的8点之前 接近8点的时候价格抵达4小时 今天之中附近我们建议我们的学员去减仓 但是的话我们没有建议大家全部的去离场 原因在于按照三盘联动来说的话 欧盘还欧盘的下跌还是意味着每盘 它还有一波的跌时出现 所以基本上的话 我相信如果是大家介入这一波空单的话 特别是我们的学员 那么离场的位置应当都还不错 可能就是在1295的下方了 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价格在1290的附近 有点小幅的反弹了 那么今天的操作思路的话 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震荡的思维 就是说在上方的话 其实我们还是会关注的压力位置 在1300的位置 多空转轴位 重点关注在这个位置价格的重新回落的风险 而下方的支撑的话 其实我们关注的是1286的位置 1286的话 这是我们所重点关注的强支撑 那么一旦这个位置被吓破的话 那么可能就去走我们之前所预估的 1270到75的这块区域了 那么从走势来说的话 对于黄金的话 我的建议就是如果是你有空的话 还是可以去持有的 特别是你的位置比较好的话 比如说昨天我是1308附近 07附近的一波空 我们一些同学是有这个附近的空单的话 你可以去持有 那如果是这一波反弹的话 那么可以反弹到1300附近 关注价格的 你没有持仓的话 可以关注有没有再度回落的一个风险存在 而如果是回落的话 在1286附近跟1275的附近 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短度的位置 就是说目前的话 其实你想再去找1308的位置 就找不到了 所以先去关注一下1300的压力 下方支撑的话 看两个 一个就是在1288 另外一个是在1275附近 基本上目前的震荡区间的话 由我们之前所预计的一个窄幅的震荡 目前可能变成了一个宽幅的震荡 昨天我们在我们的群中分享的时候 给大家画了两个图 一个是窄幅的区间 另外一个是稍微宽幅的一个区间 就从1315到下方的1280附近了 甚至再往下一点1275附近了 那么我们在昨天的Q群中 也给我们的投资者去分享了这个观点 因为我们的完整的策略的话 现在我们一些没有公开在网站上的一些策略的话 可能会在我们的Q群中 我们可以给大家去分享一下 所以说这个基本上昨天也是给我们的投资者 都讲到了这两个思路 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看到白银 白银的话我觉得应当还不错 这一波我们关注的空 我一再强调 我没有做多的条件跟理由 好吧空间也不够 所以我们看到 谈谈到15.30附近的话 这个空的话都还不错 现在又是有一波下跌出现了 现在的话15的位置肯定有支撑的 不能给下跌支撑吧 但是我还是会倾向于关注是否有再度下行的风险 但是如果是大家有持仓的话 可以做适当的减仓动作 原因在于目前的话 日线级别有底部背离的存在 有小背离存在了 所以说这个还是要去防范 有一波的反弹出现 没有持仓的话 关注反弹15.15到20附近 看是否给到你一定的重新做空的机会 但是我觉得在做空的话 其实空间就很窄了 你从15.15到往下的话 看15也就是空间都不大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 尽量的就还是你有空单 吃的话就吃了就可以了 另外的话对欧元来说 欧元我们昨天也是提到过 就是对于欧元来说的话 往上的话其实可以看到1.1315的位置 我觉得目前的话还可以去持有四小时级别 今天早晨收线 其实还是可以的 那么往上的话 我们可以继续看一下1.1315的位置 1.1315才决定了我们是否要继续去加仓 我们现在都是底仓在 没有去加仓 但是如果是上破了1.1315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能会迎来一波的加仓的机会 现在还是要再等等 另外的话奥元跟纽元 我昨天也是在早晨写早评的时候 差不多在0.717年的时候 就建议我们的学员去做个减仓动作了 因为接近抢压力了 那么接近抢压力的话 后续不管它上不上破 它第一次测这个位置的话 它都是有一波调整出现的 所以对于奥元的话 我们基本上就是一刀说都减仓了 减过仓之后的话 目前价格回落到了0.720的位置 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支撑的 如果能够锁住这个支撑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在网上去看 重新去测试上班的趋势性的压力 这是奥元 纽元的话 胡椒幅度更深一些 但是我们今天的话 其实依然会关注0.6720的支撑 这个位置的话支撑 我们昨天是在0.6775的位置 建议我们的学员进行减仓的动作 因为正好是我们一直在关注的强压力 而且第一次测试嘛 我们这一波这波下跌 其实我们也是认为它是合理的 也是与其上位置内的 那今天的话 如果是能够数0.6720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关注 进一步的一个上评的 这是纽元哈 从英镑来说的话 我们昨天的思路就是 你有空的话去持有 因为已经是在震荡区间的末端了 上方趋势性的压力 比如说昨天我在早评中 我们的文字建议就是1.3110 所以你有空的话去持有 因为上方有趋势线的压力嘛 所以说你去看一波 继续持有一波 看能否去下坡下坡的通道 从收线来说的话 其实还是音线收线偏空一些 但是还是没有往下跌破 通道的一个支撑 所以对音报来说 我觉得今天的话 还是可能需要我们继续耐心的去观望 然后因为这档区间的 不能幅度已经很小了 所以说我们就不妨多耐心等等 等待他的突破再做操作 每日每日跟每家 每日的话 昨天重回4小时的均线的上方 那么所以说我昨天给大家讲到过了 你先观望一下 看一下多空 他到底怎么去收 上午压力 下午支撑最终的话 我们看到压力被上破了 价格重新回到了111点 20的上方 那么就是一个很好的 让你做多的信号了 今天的话 如果是有多续区有没有的话 关注回了到111点20到30区的一个多多机会 每日每瑞的话就是 我们看到也同样的 我们现在认为它是在震荡之中 震荡的幅度的话 是从1.0035到0.9995的区间之内 载幅的40个点的波动幅度 昨天我们关注的是这个位置的一波 如果等空 如果是你有介入的话 你可以往下去看一下这个位置 然后再看一下 是不是会再度的反弹 波动也不大 你即便是11.0035去挂带入场的话 现在就10个点左右 幅度偏小一些 从走势来说的话 日线压力还是存在的 但是支撑也很明显 所以现在我觉得美瑞的话 是震荡的一个思路 美瑞 每日的话也是震荡偏多一些 然后美加的话 它的走势其实跟之前没有什么区别 还是一个在震荡 日线均线支撑很明显 那么四小时机月来说 也同样是点底转换 昨天一根仰线直接上破了压力了 所以说基本上就使得了压力 变成了支撑了 从做本事来说的话 我觉得今天可以采取一种 震荡的思维 就是说上方的话 1.342点的位置 可以关注一些 做空 比如说网上冲高让了这个位置 你可以尝试一波短空 或者是说如果是回落 先行回落的话 回落到这个位置 你可以尝试一波短多 就是我们选择一些 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位置去关注 这是激进的一个策略 因为它不可能一直震荡 还会突破 所以说稳健的思路就是 我们还是有空单去持有 然后等到1.33的位置被击穿之后 我们再往下看到1.32的位置 这是另外一种稳健的方式 原有我觉得等了这么久 关注这种空的机会应该还不错 昨天的话 小时级别均线支撑被击穿 是一个很不错的信号 然后如果是现在大家有空的话 有的同学可能位置比较好 在64.6070附近 有的同学可能是在64.1020附近 有空的好觉都还可以去持有 下方的目标 我们看一下62.80的位置 这个位置的话 一定要注意一个减仓的动作 因为锁子去触碰的话 还是有很强的 那么支撑和防守在的 而对于没有持仓的话 你想去介入的话 我觉得可以等到这个位置 比较稳健的话 保守型的策略就是跌破之后 反抽再去做 这是原有 我觉得这周的收限跟日线收限 都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参考 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 那斯达克的话 目前还是一个偏多 没有什么特别强的理由 现在唯一的就是4小时级别 出现了顶部的背离了 那么操作的话 如果大家想介入的话 可以关注7630附近的短空机会 稳健的话 还是聚集观望 因为大级别还是偏多的 这一二的话 我提到过了 价格没有办法去做空单 因为均线支撑太强了 那是周线的均线支撑 所以这个时候 还是可能会多去观望 即便是会想去做空的话 也可能需要等到 这个重新跌破了 这样支撑之后再重新考虑 其他的品种的话 比如说欧报的多单 现在我们还是 还是有池汤在的 我还是有池汤在的 就是我还是会关注 0.68650附近的一个压力作用 然后看一下能否突破 其他的交叉盘的话 加日的话 昨天再关注 但是我们发现 它并没有完全的 形成一个M头 M头的话 其实没有被真正的破位 又是跟大约先收回来了 所以说你想做加日的话 我觉得如果是这线级别 收破了均线支撑的话 可能会是个更好的一个入场位置 现在这么强的支撑附近去 直接去做空的话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吧 控制好风险 其他的交叉盘的话 就是我们关注的就是Bump out 还有一些这个 欧日Bump日 好 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看到各个评论情况 整体来说的话 今天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基本面 我们更多 因为周五的话 按照我们的二元课程来说 它可能还是一个 更多是一个观望的一个时间点 不是那么的适合我们去操作 所以说如果是我们 这周已经有了很多不错的盈利的话 不妨再休息一下 比如说很多同学 那么黄金多单抓过了 空单抓过了 现在在考虑说 要重新介入多单 我觉得暂时的话 可以等等吧 没有 并不认为这个位置的话 是很好的 做多的位置 好 那么感谢大家的收听 那么这节课 我们这个今天的 在屏幕到这里 我们是下周一再见 那么今天周五的话 大家一定要特别去关注一下 各个品种的收线情况 收线收线情况 我觉得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好 我们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 我们下周 我们下周